狐狸化成人形来到人间,找到小时候的救命恩人,应是要嫁给他来报恩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二代妖精》,自古人妖相恋便是禁忌,于是妖界便成立了一个妖怪管理局,主要防止妖怪在人间现行和人类往来,以便与守住妖界高贵的血统。 袁帅是一名大象饲养员,因为投资失败,欠下巨债,还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老爸,为了还清债务,他开始与妇婆相亲,妄图借此改变人生。 袁帅和一个仿佛脸上写着我有钱来泡我的女人相亲,袁帅解释着自己的情况,还要求结婚后,不想要性行为,当场就让妇婆脸色大变,将袁帅骂了一顿。 袁帅被骂得无敌自容,想要离开,被妇婆拦了下来,并把她当成鸭子开架,袁帅气得立马转身离开。 妇婆朝袁帅丢了一把汤勺,袁帅神情严肃地端起蛋糕,按照偶像剧的情节就该往妇婆脸上砸蛋糕了,没想到袁帅只是默默地端着蛋糕,离开了餐厅。 白千楚是一只狐妖,他幻化成人形来到人间,遇到了受挫的袁帅。 白千楚一路跟着袁帅来到了动物园,袁帅换上工作服为大象铲屎,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,这时他的合作伙伴为他介绍了一个刚死了老公的妇婆,名叫白如玉。 袁帅正乔装打扮,要去复约时接到了老爸打来的电话,老爸所住的精神病医院,因袁帅交不起住院费,要将他赶出医院。 此时的袁帅压力更大了,袁帅来到了咖啡店等待着白如玉,他无聊地拿起手机拍着猫咪。 没想到,白千楚意外入境,让袁帅注意到了这个女孩,白千楚转眼出现在袁帅的面前,向他介绍自己叫小白。 袁帅误以为白千楚就是自己的相亲对象。 袁帅看着面前举止奇怪的美女很是不解,就在这时遇到了袁帅的追债者。 袁帅拿起菜单遮住了自己的脸,害怕被追债的人认出来。 白千楚一本正经地向他诉说自己是狐妖的身份,但此刻的袁帅根本听不进去。 由于动作太大引起了追债者的注意,袁帅跑到卫生间,没想到还是被抓包了。 白千楚激动地向好友冰冰说了这一切,而冰冰却让他赶回家,因为妖怪管理局已经盯上他了。 袁帅被带到一个角落里,追债者李之刚威胁他赶紧还钱,并请了一个演技夸张的大哥割掉自己的手指来吓唬他。 回到家的袁帅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被突然从背后出现的白千楚吓到,他以为白千楚是李之刚派来讨债的人, 白千楚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狐狸精,便说了一些袁帅小时候的事情。 袁帅以为是家里被撞了摄像头,白千楚继续说着往事。 原来他是袁帅小时候救过的一只狐狸,还因此留下了一刀疤。 但袁帅还是不相信,白千楚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,努力想要变出真身,却没能成功。 后来干了一瓶啤酒和一大罐白酒,终于刺激他变出真身。 袁帅被眼前这只白狐吓得不轻,被白千楚扯掉了衣服,只剩下一条内裤跑了出来。 白千楚摇摇晃晃地跟了出来,吓坏了蹲在袁帅家外的追债人。 袁帅一路狂奔,一路上被很多人看到了白狐的样子。 而白千楚现出真身,也引来了妖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洪思聪的注意前来捉拿他。 袁帅跑到了屋顶上,还是被白千楚追了上来。 袁帅看着眼前的白狐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,想要抚摸他,却被白千楚突然的动作吓得摔下了楼。 但好在被赶来的洪思聪救了下来。 洪思聪消除了所有目击者的记忆,还没等到消除袁帅的记忆的时候,就被白千楚拦了下来。 洪思聪是白千楚的仰慕者,所以对他爱护有加,任由他欺负他也没有还手。 第二天袁帅醒来就被当成了猴子一样围观,因为他现在光溜着身子躺在大街上。 袁帅随手塞了一件裙子又套上了。 回到家的袁帅发现李志刚带着一群人已经在等他了,时间仿佛按了推后键。 来到了大哥切手指的场景,袁帅以为都是幻觉,扇了自己巴掌,他觉得自己患了精神病。 就在拉扯的时候,白千楚冲了进来,再次露出真身,吓走了追战人,同时还有袁帅。 白千楚追着袁帅不放,怎么甩都甩不掉。 白千楚在人间引起了动荡,引来了妖怪管理局局长云忠鹤。 云忠鹤质问洪思聪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制服他,还杀死了他的一名手下,可见云忠鹤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变态。 袁帅继续和人相亲被白千楚借入搞砸了,袁帅生气地骂了白千楚并表示只有钱才能改变他现在的困境。 白千楚难过地离开了。 云忠鹤找到袁帅,胡说八道地洗脑着袁帅,并用金钱和他做交易,代价是他必须将毒针注射到白千楚的体内。 袁帅发现白千楚为自己减废品赚钱,他因为金钱诱惑萌发了念头但最后还是收手了。 袁帅跟白千楚讲着自己的遭遇,这也让白千楚更加心疼他。 他便去做了陪酒小姐,想要赚更多的钱替袁帅还债。 袁帅及时带走了白千楚,赶在了云忠鹤之前。 袁帅被白千楚所感动便吻了他。 白千楚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和他结婚了,两人很快便开启了夫妻之时。 云忠鹤追杀到了袁帅家里,红丝聪想帮助他们逃跑但没有成功。 云忠鹤控制住袁帅威胁白千楚,没想到追债者误打误撞给白千楚制造机会,带着袁帅跑了出来。 白千楚在逃跑过程中受了伤,袁帅背着他投奔了冰冰。 三人混作群演躲进了横店里,没想到云忠鹤也混了进去。 在冰冰的帮助下场面一度混乱,卑鄙的云忠鹤抓来袁帅的老爸威胁他。 白千楚不想让袁帅为难,于是自己将毒针扎到了脖子上。 三个月后袁帅解决了债务危机并且腰缠万贯,但他并不开心。 他看到了白千楚和爸爸的视频,决心要找到他。 洪思聪找到袁帅将他痛打了一顿,两人不打不相识,决定联手救出白千楚。 袁帅一融成云忠鹤的样子混进了妖怪管理局。 装腔做事的糊弄过工作人员顺利地找到了白千楚。 白千楚被关在了一间暗无天人的房间里。 此时的他已经被折磨得人不像人,腰不像腰了。 白千楚认不得袁帅甚至咬了他。 袁帅耐心地感化着白千楚终于换回了他。 就在这时云忠鹤回到了管理局,真假云忠鹤正面刚,而记者也正在做实施转播。 白千楚突然发作打掉了袁帅的面具,云忠鹤试图将残害妖怪的事实强加给袁帅。 不料却被群众演员乱入其中,阴差阳错地放出了被关押着的妖怪们。 恼羞成怒的云忠鹤大开杀戒,妖怪们反抗,落得个两败俱伤。 云忠鹤拖着残缺的身子想要杀死白千楚,没想到袁帅挡在了他的面前。 白千楚一怒之下,制服了云忠鹤。 两人信心相惜的画面被记者转播了出去,云忠鹤最终受到了惩罚。 洪思聪当上了局长,修改了人妖不能通婚的条例。 从此袁帅和白千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还有了爱的结晶,缘分。 人妖相恋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,现实生活中自然是不能的, 但因为多元化的手法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多彩的故事。 那么今天到这了,我是立哥,远作灯展,照亮你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